《现代启示录》 说他在旅馆听到了哭声 原本想说是不是哪个小婴儿 或是有小孩遭到绑架 想不到警方前往报案现场 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婴儿 反而是发现有人意图要贩售婴师 让泰国警方非常的惊讶 而经过调查发现说 原来嫌犯在泰国是买了 六具经过法师开光的婴师 准备要卖给想要养小鬼的台湾买家 事实上这种经过开光做法的婴师 从古到京很多年前 在泰国就一直都有存在 而泰国人把它尊称为古曼童 但现在泰国政府早就已经名文 禁止了贩卖人类尸体 我们记者这次也特别前往到泰国序 独家拍摄泰国警方所找到的 六具金身婴师 他们现在被一位泰国高僧保护 度化也希望可以让他们早点安息 请看资深记者柯瑞达 林文森 王卫章的泰国深度报道 泰国人的一般是非常非常的尊敬神 会拜神他们也拜鬼 因为他们相信鬼的力量是非常强大 而且非常直接的 我们已经讲过说泰国其实它就是鬼片的发源地 因为全世界的鬼片工业就要透过泰国 他们国家是很相信神鬼的一件事情 东方华人社会除了台湾之外 神鬼传说最新生的国家之一就是泰国 前进泰国 记者来到拥有800年历史的国家 准备探寻这个到处都是传说的国家国度 28岁的台湾裔男子周学权 日前在曼谷的唐人街被捕 并以非法持有人类遗体的罪名遭到起诉 消息一出 多家国际媒体纷纷加以报道 2012年5月 贩售英虚的国际新闻 震惊了泰国社会 前进泰国 我们透过管道了解 这名叫做周学权的男子 长期来往于台湾和泰国两地 疑似经常买卖做过法术的阴胎遗体 而这就是泰国俗称的普曼桶 古曼桶它基本上它是有分成两种 一种的话是人胚胎制成的 一个的话是你有做的 那人胚胎做的这个古曼桶呢 它主要是要经由产道出来 而它是胎死附中的 从产道出来才能够制作成古曼桶 如果是一般的鬼仔 那个是用堕胎的胚胎去制成的这个胚胎的话 这种小鬼的话是会害人的 这位上新闻的这位新生 然后他们好像透过一个经纪人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 那经纪人就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泰国的龙帕 龙帕就是师傅 阿詹就是老师 龙帕就是大师要来台湾之后 就祈福法会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我跟黄晓彤 到了现场 那我们想说哇 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我以为是什么人波气还是什么 一去去 那个氛围很怪 后来还讲说原来是两个小鬼 第一席这样 就其实蛮不舒服的 据说一具银胎遗体 在泰国经过所谓的黑衣阿詹开光做法 如果远都从洋卖到台湾 将会有一百万新台币的高价 根据泰国旅游界的私下说法 事实上在台湾已经有不少人 透过这位周学权高价购买的银胎 泰国警方监获线报调查发现 这名州新男子向当地另一名台湾男子 买进六具婴儿的遗体 上网伴售 据说渴望以六倍的价格在台湾卖出 事实上这位周学权 五年前就曾经来到台湾 迎接一位泰国阿詹师 不过当时他卖给一位民众 八万块新台币的泰国佛牌 结果遭到指控根本没有法力 口中念念有词 他是自称台湾酱头师的周学潜 念的是泰文证语 而这就是酱头术中最常见的爱情酱 不过现在却有平面媒体报道 说有人想挽回女友的心 花了八万但爱人还是对狼造 因为我们在做 这个所谓的接这个酱头术来讲 我们是布林的飞 不是三万六 但我们是把这个案子接进来 我们送到泰国 我们的这种酱头师 他其实不是台湾人 他是拿英国部教的台语 但他讲国语 讲台语 讲国语台语 那从侧面了解 其实啪 本身不是很痛 他是好像在经营庙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操作 酱头这个东西 因为每一间庙 他要被掩抵起来 一定要学提债 有的人是说 我们这边里面办事 有的人是超过后 我们这边就是酱头 就是让大家想觉得 我们赎一赎好 有钱就可以赎 鬼神通败 我做研究的时候 有蛮多资深的宗教师告诉你 和尚不咒怪 信徒不来拜 也就是说你庙也罢 宗教师也罢 如果不会制造传说 不会装神弄鬼 基本上就没有留念 吴幻彤在原来的传说里面就是说 如果你是正性正恋 你是一个很有正气正恋的人 那他会帮助你 可是如果你是邪恋 当他发现的时候 后面就会倒霉了 贩卖人类的遗体在各国都是违法行为 当然泰国也不例外 不过这起不可思议的新闻事件 使得许多台湾人好奇 泰国人早就习以为常的古曼彤信仰 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特殊文化 为了了解岸间沈默 以及存在已久的独特文化 我们来到曼谷的中国城 寻现寻找案发现场的旅馆 当地民众告诉记者 男者周学前在这处旅馆被逮捕之前 就已经先找了泰国的法师 在另一处旅馆 对六具阴胎的遗体 进行开光作法 民众信誓旦旦地说 就是因为报案民众 在旅馆内不断听到 诡异的孩童哭闹声 才会使得整体事件曝光 震惊泰国社会 在这里 我能夾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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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裔男子 他在泰國走私的 那幾個嬰兒的私胎 就是用最傳統的方法去做 最傳統的話 在做古曼桶 是會取出了胚胎之後 然後會把它加上這個石油 然後放在太陽底下不曬 然後讓它變成乾了 乾濕就可以拿來收藏 這個時候 但是在收藏之前 他會先加蜂蜜 然後會蓋上這個金房 所以它們是不厲害的 在身上 到底新聞事件裡的陰胎遺體 有著什麼樣的來歷 我們在泰國當地 找到征辦案件 泰国警局 经过询问 得知印太遗体 已经被送到 曼谷有名的金博寺 供泰国民众不败 实在是很凑巧 才从泰国警局 送来的鹰胎 在我们到访了前一天 又被送到 另一座佛寺供养 采访过程 金博寺的住持告诉我们 殷胎遗体放居的期间 曾经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 师父刚刚是讲说 总共有六个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每一天梦到一个 我靠北地区的家庭 常常在大妈 说到那个水中 他只割一肯脑筋 就会被送到的 对我来说 我会再次上过 我说 喂 刚刚刚的妈妈 对我来说 我根本的妈妈 对我来说 如果我来说 我会觉得 我来说 我来说 那我和你 泰国人非常地相信师父是非常有灵力 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地强大 因为他的灵是独立的 而且是经由他们的阿詹师父 去帮他们做开光的动作 那入了这个灵之后 听人说这个鬼仔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泰国的佛教有太多的机会 就是他可以去事业去求助 可是那个太正规 我一定要从别人的口袋里掏到钱 那小鬼就专门干这种事情 为什么泰国警告要抓 如果他是何华的 那就跟芭比娃娃一样 再度打听新闻事件政务的下落 我们决定前往来往曼谷七个小区的一处佛寺 来到这里镜头前 师父的右手边用白布包裹的 正是震惊国际社会的鹰胎遗体 就是在她厉害的 cav方 他用了一个自乱来自乱的 一位可以寻求 我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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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布包裹的六军音开 都是用了流产 而成了死台 最小的才三个月 最大的则是九个月 九个月大的鹰胎也就是泰国警方 怀疑是不是没有经过流产 活胎就从母体子宫里取出来 新闻事件告一段落 他们现在要在活室里禁养 不要再受侵扰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找不到 它是困难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 我认识到 但事情是要改善秩序的, 但她是要改善秩序的, 但我只是在家里。 她也有所知, 她是想要改善秩序的, 我的那些人也有所知, 她是一個小的家。 她是想要改善秩序的, 她是想要改善秩序的, 或者是老公子的。 但是他一定會有夠而已 他一定會有太多彩虹 他一定會對自己的一個就是說 他一個是7人家的成果 都很會被他調養 而且他又要幫他 但是他會把它提供他的情況 那他會做什麼 他會有 съ druk的 commanders是有一個 他他會做的事情 是他會幫他 你能提供他的 他會怎麼看 他會出訌釋 但他會跟他一樣 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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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